這樣就OK了 第一個解決我們的Seql語法 OK 記得是關鍵在這裡 非常關鍵的 因為說真的這個如果不知道的話 那你怎麼改都改不出來 第二個是什麼 把這個改成什麼 就是相對路徑 那改的方法還記得吧 就是因為我是放在這個路徑 後面是沒有檔案 所以你乾脆這樣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End End 前後再加那個空白空白 然後放在中間 this workbook.pass就好了 OK 這樣就OK了 就是第一個把這邊加一個路徑 那再來看還有哪些地方 還有哪些還沒有路徑的 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把那個 在前面這邊也有 所以這邊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接到這邊來 看到斜線拉回去 在這裡 貼上就可以了 這一段 這一段 其他應該都OK了 沒問題了 那測試如果也沒問題 那表示你這個地方應該就完成了 拉過來 然後再跑一次看看 如果可以的 路徑也沒問題的話 那今天應該就可以收工了 OK 好 那不過特別注意啦 因為它這個 你把它那個格式有沒有 Formating改成Force 所以這個地方 它預設的格式就跑掉了 所以你怎麼樣 你可能將來 你可能要再用VBA 自己再幫它加個什麼百分比的話 它才會套用 所以它預先的格式不見了 它會用那個沒有格式 那會產生錯 像這個也是一樣 數量 它好像會用什麼 日期還是什麼的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改回來 改成就是其他格式啦 有什麼小數點 這個可能要自己去 再用VBA或什麼方式 把它改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說 我們如果外部資料 要更新舊的資料的時候 或者是說 你要查詢下C口語法 我們可以資料來自於SS 那所以關鍵就是C口語法 其實C口語法 就是資料庫的 算是什麼 它的那個 國際語言 就是跟英文一樣 那我們可以下C口語法 所以錄製的時候 你可以用C口 然後再去修改那個C口 傳遞一個參數給它 它就會做出你的變化 第二個是 我們可以再去改那個 相對路徑 相對路徑 那如果你今天要把SS 踢開 你這家公司 我從此以後不要用SS 那最後我們可以怎樣 拿Excel來當SS資料庫 那做法上面基本上差不多 只是說你在錄製聚集的時候 注意一下一定是系統表格 那下C口語法的時候 它的那個資料表的名稱 前後壓加中刮戶 最後壓加前符號 否則它會查不到 除了這些之外應該都一樣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我也最後會把我的程式碼 也把它貼上去給各位參考 好